来号666 哈喽 啊 什么会儿 讨论一下自由的问题 好 哪方面 言论自由 人身自由 哪个哪个自由 为什么有些人就不可以说 有些人不可以说啊 因为你 你得具备说的这个资格才行 在国外也不能说 中国14亿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就说的人不说呗 能说的不说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个 可美国 不有讨论人家家 那个办主任的吗 嗯 不然你给家定墙上了吗 对不对 forholder进去了以后 一缩清空了 这个定墙上了吗 对不对 而且不能说 是个哪不能说 是个互联网平台 不能说 还是你现实 跟你家楼下喊 不能说 互联网啊 互联网不能说的话 那跟家里边 要求啥关系啊 那不是互联网 有关系啊 家里是私人空间啊 对啊 互联网是公共空间 哎 你这还 你这种还能聊 哥们 公共平台 是国家 所拥有的公共平台吗 不是 抖音上面是个商家 这道理 我天下来跟人讲 抖音是商家 凭什么让你在上面 胡言乱语的 你在勾现 怎么就回 怎么就回啊 正常 正常讨论不是 不是不是 那你正常讨论 首先 我告诉你 你在注册用户协议的时候 你打打勾的时候 上面就写了 嗯 什么比如政治啊 宗教啊 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谈的 对 明白吧 为啥要写这个条款 为啥写这条款 因为写这条款 你说你乱说话了以后 容易惹麻烦 比如说你说错话了 你炫扬了 不不不不不 你说都不让说 你怎么知道别人乱说话呢 那你我先这么问 你说乱说话 你负不负责任 那乱说话肯定得负责任啊 而实际上负吗 但是你前提 得先让人讨论 不不不 那你 你这个东西 你这纯是流氓理论 我先让你讨论 如果你说错了 哥们 我如果因此 说错了 我可以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接受法律制裁 哥们 你知道罚你啥吗 罚啥 我告诉你 假如你要是点名 说说话 你说错了以后 你接受三小时思想教育 你知道我罚啥吗 就假如我是商家的话 你知道我罚啥吗 嗯 罚啥 你值不知道 我轻则三十 重则五十到一百万 你值吗 那为什么 不不不 等会儿打住 我问你 你值吗 你配吗 就我是商家的话 我凭什么给你 我凭什么让你说呀 自由 哥们 你不是 自由不是说 你在别人家里面 享受什么自由 你在大马路上 不随便你吗 随便你说呀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你要说错了以后 你乱喊乱叫 你乱什么 你就算杠帽输入来了 最多就是给你撒个字 自想教育 没错吧 那怎么 他不让你说了吗 互联网平台 有平台的规则 公共空间就不可以讨 你什么叫公共空间呢 公共空间是不属于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有执法 或者是行使他个人权利的 这个地方 这是公共空间吗 这是人家商家平台 人家是拿来记录 美好生活 卖货打PKA的地方 是给你这些 鲁马烂子 我经常举个例子 我不是我骂你 不是我骂你干嘛 你承认 你说我立马烂子 你只是认知 你只是认知底下 你只是认知底下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 对 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听啊 就是我经常举这个例子 我是开了一家烧烤店 我是开烧烤店的 你呢 进来 我希望你进来是干啥的 我希望你进来是吃烧烤的 再不然呢 就是拍拍视频 你拍拍这屋里面 人得多 帮我做做宣传 对吧 我作为商家来讲 我就希望你是进来吃烧烤的 或者你啥 你买点生串 打个包走 我希望你跟我发生利益相关的东西 因为我是烧烤店 而你要进来干嘛呢 你要进来穿你老爷的汉兵鞋 给屋里面做托马斯拳拳 首先不说踢不踢就别人 你就占一桌 你给桌上真能做挺好 托马斯哥们 你占我桌了 我的资源 我进来这些人讲话 我一共20张桌 我等着翻台呢 你搁在台上整成托马斯了 你搁在表演上碎梦罗汉了 首先我告诉你 平台我没有说 我不能说是 你表演碎梦罗汉 我不让你表演 我让你表演了 但是你现在玩的东西 沾点危险了 为啥 你开始抽上兵猴了 你把你老爷的兵猴拿出来 带大鞭子 屋里面 帮帮抽上兵猴了 抽兵猴 你要抽着别人咋办呢 对不对 你要刮着别人脸咋办呢 我有必要为你冒着险吗 说这东西你听不听懂 你先听懂 我听懂了 你听懂了吧 所以我希望你是干嘛的 你给我说一遍 我希望你是干嘛 我希望你是来消费的 记住了吧 我是商家 我希望你是来消费的 我不是希望你进来抽兵猴的 折跟头打把 是表演混空翻的 你容易提及着别人 听懂了吧 感觉你跟 你这直播间 感觉你跟 说二传的一样 你觉得 那是你的感觉 那是你的感觉 说白了 你不爱听 你走吗 你不爱听 你走 我差你一个人听吗 哥们 不差 不差 那不就完事了 你要去啥 你拿自己要啥画面啊 你六十级大哥 你二级登牌啊 我差你一个不行了 你不爱听 你走不就完事了吗 我强迫你看听了 白白白白 抓紧快点的 夹起来尾巴 谁拉着你了 这自由 那自由的 哥们 我告诉你 你就上盖帽局门口 你也随便说 说人给你拉下来 问你干啥呢 你说啥呢 啥意思啊 问你没毛病吗 绿马烂的 张嘴 没自由 咱们在美国互联网有自由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国内账号 跟着疯不疯啊 国内的官媒 到那停不 疯不疯你啊 给不给你黄标 听不疯 还没有 闻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